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一块了解到 还有陈安芝著名培训导师 因为他俩一块参加了央视的一个节目 具体什么节目忘记了 只记得当时现场这两个人 那叫一个纯枪射箭 针锋相对 那时候 马云已有机会就会宣传他的阿里巴巴 他跟陈安芝辩论的时候 见凤茶真的宣传了八次阿里巴巴 最后结果是陈安芝辩论赢了 马云插播广告赢了 那时候的马云还没有成功 而我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 这个会讲英语的小个子 2008年 又见到了马云电视上 感觉他比起前还要瘦 但是目光坚毅了许多 听说这五年来 他一直吃泡面 并发明了12种泡面的做法 有好几个一起创业的员工 因为受不了办公室飘来荡去的泡面味道而辞职 这五年来 淘宝终于取得了一部分国民的信任 销售额开始每年高速的增长 这五年来 被马云忽悠着开了淘宝店的第一批有志青年终于扭亏为盈 甚至掘到了第一桶黄金 可是 刚刚看到曙光 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袭来 互联网界的大小人士都恐慌了 互联网本来就是泡沫经济 能抵得住金融危机的侵袭吗 真是抵挡住了 2008年中 阿里的财报显示 营业收入相对2007年 居然增加了39% 达到了30亿 这时候的马云 应该是家喻户晓了 但是跟同期的互联网大老如雷军 丁磊 马化腾相比 笔子还是薄了些 谁也没有想到 十年之后的今天 马云能创造了一个排名世界第17位的经济体 阿里巴巴已经成长为一个综合性的互联网公司 并带动了中国全民移动支付 盘活了中国的快递行业 甚至加速了外卖行业 直播行业等等 新型的互联网行业的兴起 以下是近五年阿里巴巴的大事件 2013年1月10日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现有业务架构和组织将进行相应调整 成立25个事业部 由各事业部总裁总经理负责 2013年9月 阿里巴巴集团正式推出 社交网络手机客户端来往 2014年9月19日 阿里巴巴集团与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Bubble 2014年10月 阿里巴巴集团关联公司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前称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正式成立 2015年2月10日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与蚂蚁金服集团完成重组 蚂蚁金服未支付宝德姆公司 2015年5月14日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 以联手云峰基金对国内主要物流快递企业源通进行战略投资 2015年7月15日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成立阿里音乐集团 高晓松 出任董事长 宋柯出任CEO 2015年7月20日 阿里巴巴集团与联合丽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帮后者将产品销售给更多的中国客户 2015年7月29日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对旗下阿里云战略增资60亿元 用于国际业务拓展 云计算 大数据领域基础和技术的研发 以及DT生态体系的建设 2015年9月8日 阿里巴巴集团与全球领先的零售贸易集团麦德龙 宣布达成独家战略合作 麦德龙官方旗舰店将入驻天猫国际 作为德国最大的零售贸易集团 麦德龙将和阿里巴巴联手 在商品供应链 跨境电商和大数据方面 紧密合作 成为阿里欧洲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 2016年4月13日 鄂勒麦与阿里巴巴及蚂蚁金服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获得12.5亿美元投资 其中 阿里巴巴投资9亿美元 蚂蚁金服投资3.5亿美元 2016年6月8日 2016年Brands全球最巨价值品牌百强榜公布 阿里巴巴排名第18 2017年8月3日 2017年 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发布 阿里巴巴排名第二位 2018年4月2日 阿里巴巴集团 蚂蚁金服集团与鄂勒麦联合宣布 阿里巴巴已经签订收购协议 将联合蚂蚁金服以95亿美元 对鄂勒麦完成全资收购 2018年5月30日 菜鸟网络和中通快递宣布 达成战略投资协议 阿里巴巴 蔡鸟等向中通快递投资13.8亿美元 持股约10% 双方将共同探索新物流机遇 推动行业数字化升级 2018年8月2日 阿里巴巴与星巴克 宣布达成新零售全面战略合作 星巴克将依托噩勒麦配送体系 逐步上线外送服务 同时 基于和蚂蚁门店 为中心的新零售配送体系 共同打造星巴克外送新雏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有目共睹 受到了阿里巴巴和支付宝的启发 2011年成立的腾讯旗下的微信品牌 也很快推出了微信支付 为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提供了很多便利和优惠 但是 如果没有马云当时对着南墙 撞得头破血流 也不回头不放弃 如果没有软银孙正义的慧眼 如果没有18名之同道合的创业核心 共同创建阿里巴巴 并发展到现在这么一个巨无霸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有可能还是一潭死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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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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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